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安迪 記得我在9個月前介紹了這台新機的Phillipo ATT6990 終於用了9個月,大家可以看到它現在就亮了這個紅燈 代表我已經喝了2000L的水,所以要換鋁芯 所以真的買了這個鋁芯回來 這個鋁芯不是很便宜的 我現在想起這個鋁芯 不過你說一年才換一次,我覺得是OK的 大概就是$800多,大概接近$900左右 我們現在就示範一下怎樣換那個鋁芯 好,那我現在就打開這個鋁芯 拿它出來 嘩,很大的一支鋁芯 就是這樣的一支鋁芯 可以看到 這個鋁芯 型號就是ADD550 你認清楚,不要買錯,這樣就可以了 換鋁芯很簡單 我們打開這個 這部鋁芯 你看到這個鋁芯現在對著鋁芯的狀態 我們要把這個鋁芯令到這個鋁芯的狀態 我現在令到這個鋁芯的狀態 要令到這個鋁芯的 要令到這個鋁芯的 然後呢 整個鋁芯 抽出來 小心啦 有一點點的水滴在這裡 那整支呢 就換了出來的了 好,那我現在呢 就放在一邊先 這樣呢 同樣方法 我把它呢 這個鋁芯對著這裏 放下去吧 放下去之後 放下去 到這個鋁芯的位置 好了 那呢 其實還未完的那個步驟 那你呢 需要呢 將這部鋁芯的水滴滿了之後呢 第一 鋁芯的水 我們不要 我們將這部鋁芯的水 裝滿這個清水 然後呢 在這裏 過禮一次 這裏全部都不要 第二缸你才好喝 好了 那我們呢 已經換了濾芯 也都換了一缸水之後呢 大概十分鐘左右呢 它已經換了濾芯 但是為什麼你會發覺呢 如果這部鋁芯的營養 都會出現 這個紅色的標誌呢 其實呢 是需要 reset 其實reset 很簡單呢 按住冷水 再按住這個 15 好升這個按鈕 3秒 你看 看 然後呢 就會變成藍色 這個金換濾芯的過程呢 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大家都喜歡 繼續用這部機 最後多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拜拜